这是一场奇异组合的四人排局 子女加油马vs火南阿里托 回合轮到尤马 尤马命令霍普进攻阿里托的里侧守备怪兽 阿里托表示尤马中警 复仇守卫者的翻转效果是 将攻击对象变更给失心 同时如果进攻的是超量怪兽的怪兽 就可以将霍普的素材送进目的 而由于失心的反伤效果 会将受到的伤害回敬给双方玩家 刀拳碰撞之际 场地特效炸裂 受到的伤害是2400点 所以阿里托以为自己稳了 尤马和星光体输定了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子女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陷阱换碟的守护 将尤马受到的伤害减半 生命值勉强锁削到400 而火南生命值则直接归零 但就在众人以为火南会退出排局时 阿里托解释失心的另一个效果 那就是当玩家的生命值变成零 可以去除一只素材 恢复玩家100生命值 好家伙 心脏复苏啊 背后零支持猛圈了 这么说只要失心有素材 那对面不就是无敌欲排场吗 这时 很好 接下来就看这哥俩的解释 秀儿 那张塔你们也没看过 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效果 你们赖皮亚 阿里托的回合 召唤三星的后击拳手 和场上的复仇守卫者叠放 超量召唤不太熟悉的面孔 欺诈行政管理员 虽然是灵工 但他居然要攻击 而也就是这样 当管理员攻击时 场内的怪兽全都要变成攻击表示 这下不光子女的守备怪兽被揭秘 就连失心的效果也回来了 而阿里托表示还没完 管理员发动攻击时 可以将目标切换成友军 好家伙 又是开岛游马 千军一发之际 子女老姐又站了出来 陷阱换蝶的熊姿 将攻击对象转换成自己的怪兽 秀儿 当年对付寓座你要有这两下子 何至于被一万滴血翻盘了 等等 我的天 失心的超量素材也太多了吧 又是心脉复苏 因为玩的是黑暗游戏 所以火难受到的是真实伤害 子女试图嘴炮 可却没有作用 所以只能进入自己的回合 召唤幻蝶刺客闪蝶 接着 特殊召唤幻蝶刺客之大玻璃 没别的 人家就是可以特殊召唤 蝶放场上的三只四星怪兽 超量召唤夜蝴蝶之刺客